今日周深献身四川炉中 参与录制央视综艺《乐在旅途》 《乐在旅途》是央视首当公路探访为音乐创演节目 节目邀请四位音乐人组成寻音乐队 他们会在每条定制路线中广泛采鞋 最原汁原味、弥足珍贵的音乐、声音 将中华大地上的各种音乐创作融合 由寻音乐队表演一场户外路远 并绘制一幅音乐山河图 周深在音乐上总会有奇思妙想 十分期待他在节目上与伙伴们共同创作并参演现身 中华大地上总而言 换个音乐 直到你热闹起水 你绝了 你绝对 你绝对 7月29日周深工作室 在微博和B站都更新了演唱会 成都场特别回顾视频 周深自爆 从不理解其他歌手 为什么会触碰舞台 或者是和舞台说话沟通 到自己的主场时 会情不自禁地取摸舞台 这种表面沉稳 内心慌得一塌糊涂的状态 我想这就是周深对舞台的敬畏 对观众的真诚 和对音乐的炽热食然吧 这种类似的感觉到新鲜 这种表面沉稳的地方 在这种表面沉稳我 宿主歌手 在这种表面沉稳 不愿意 和乐 不愿意 在这种表面沉稳 我看到了 在白天的照片 9.29分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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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其实会不太紧张 会对舞台机器触碰啊 或人机器跟舞台说话 其实以前会不太紧张 因为以前也没有过 自己的这样一个算是 就不长 但是从第一次 我们在上海北奔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 自己无自尽的 就去摸那边 心里说的是半周年 其实说的是999 这种程度的朋友们 你们好吗 周深说每次演唱会之前 都不太敢看微博 因为怕看见生米 在来演唱会的途中 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其实哪有什么不开心呢 米子们在赶往见深深的路上 以及现场的相见 就是最开心的时刻 和最幸福的事情 对吧 周深说我站在这里 就是你们创造的奇迹 小编倒是觉得 因为周深创造了奇迹 所以米子们相聚在了这里 见到了深深 他说也许你现在还在淋雨 安慰的那把伞 它可能会迟到 但它一定会到 但所有都基于你好好照顾自己 你现在还在淋雨 但是请勇敢相信 那个爱你的那一把伞 它可能会迟到 但是它一定会到 你们总说我是你们的光亮 但是其实你们才真的是我的光亮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生命当中 谢谢你们 大家见面真的是一个很治愈的奇迹时刻 因为每次在我自己沮丧 或者是无助的时候 我都会去想起这个记忆 所以希望你们也好好的珍藏这份记忆 在你需要的时候都来治愈你好吗 但是大家就愿意把那么可能一千多天 两千多天花来认识 花来相见 我觉得这东西都是 无法去具体去感谢的东西 有好多好多的来不及说 就今天他们大家都好美好 喜欢她好开心 像她每天都这么美 最帅 二十六日 除了工作室发了成都站的回顾视频外 周深好友刘彤也发了一段 周深接受采访的视频 周深被问到 前几年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和收入 只能在出租屋里唱歌练歌 是如何保持稳定的情绪 周深说心态平和是不可能做到的 更多的时候需要找一些事情做 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比如自己就录自己喜欢的歌曲分享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目前广大毕业生们 迫切想要知道的答案 仔细想想 周深说的就是在自己不被别人看到 又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就去充实丰富自己 愿周深自身的精力 能为你提供情绪稳定剂 这是否真是假又不是 咱们将来保持情绪稳定叙 我爱你 老师 再见 yay love you 来没 DR 我感觉 dale不安全 来吧我觉得.. 郭云 谢谢 谢谢 谢谢